HELLO 大家好 我是Emily 又到了我們小學堂的時間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蒸發器 那我們會分為以下幾個內容 蒸發器的原理、傳熱係數 那因為蒸發器大家分為兩大類 直接膨脹式跟滿意式我們可以稍微做介紹 那再來就是說 針對結構的部分我們會介紹 裸管式、板式跟騎片式的蒸發器 那如果對以下內容有興趣的話 我們就一起看下去吧 那蒸發器就是一種吸收周圍熱量的一種設備 它是要內部的液態冷媒蒸發 然後最後是由過熱蒸氣離開這個設備 達到制冷的一個效果 也就是說被冷卻的物質 在被吸收熱量的這個過程 被冷卻物質與冷媒之間的這個熱交換 發生在蒸發器中 那蒸發器主要的話就是會有兩種 一種是直接膨脹式的蒸發器 那另一種的話就是說它會搭配二次冷媒 像是冰水或是爐水的這種系統 那通常我們在看蒸發器的效能的話 我們會考量它的熱傳系數 也就是說一個物質到另外一個物質的一個熱流動 或是熱傳的一個速率 我們稱為熱傳導系數 那也可以稱為U質 蒸發器分為兩大類 那乾式蒸發器的話就是說在乾式蒸發器中 液態的冷媒是有膨脹罰公路的 那膨脹罰的話是會調節就是冷媒進入蒸發器的一個速度 那它調節流量讓液體在液體冷媒進入蒸發器之後 到蒸發器的出口端會有完全的氣化 所以在蒸發器的入口的話 冷媒主要是以液體的形式 只有少部分是因為在膨脹罰的時候已經閃蒸 會有少量的蒸氣 那隨著冷媒通過蒸發器 會越來越多的液體就是被氣化 達到過熱蒸氣 所以在整個蒸發器 會充滿持續變化比例的液體跟蒸氣 所以說為什麼我們會稱為直接膨脹的蒸發器 又稱為乾式蒸發器是因為到了蒸發器的最後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再有液體的冷媒 就不會再有濕的冷媒 而是剩下乾的過熱蒸氣 那第二類滿液式的蒸發器的話 我們常用冷媒的液味是會就是保持很定 然後會有個浮球滑來做一個節流裝置 那由於被冷卻物質提供熱量 液態冷媒蒸發的話 液面的就是那個水位就會下降 所以浮球滑就會打開再讓更多的冷媒進來 以維持這個液味 這種蒸發器 因為浮球滑會不斷調節在橫定的這個液味 就是說讓液體的冷媒不停的進入 以維持就是傳熱表面的被液體冷媒所包覆 那像這種類型它就會成為滿液式的蒸發器 由於整個接觸表面都跟液體冷媒做接觸 所以阿蘇它的傳熱效率的話是會比較好的 那雖然說它的熱傳效率比較好 但跟乾式的蒸發器做相比的話 它的冷媒的需求量就會比較大 那當蒸發器充滿液體冷媒的時候 很明顯的它就不會是過熱蒸氣 而會是一個飽和狀態 為了防止液體冷媒進到壓縮肌 通常會有一個除液器 跟滿液式的蒸發器搭配做使用 那正對蒸發器的構造種類的話 我們會分為以下三種 第一種是裸管式的蒸發器 第二種是板式蒸發器 最後我們會介紹一下氣片式蒸發器 裸管式的蒸發器也是最簡單的蒸發器 它通常是一支腸管彎置而成 那會在我們冷藏冷凍庫的上方或是周圍 使用上大部分是利用 空氣自然對流的一個循環方式 讓冷空氣下降、熱空氣上升的這種 自然空氣運動 來吸收冷凍空間的熱量 那裸管式蒸發器 大多是使用鋼管或是鋼管彎置而成 鋼管的話主要會用在大系統 或是說安冷媒的系統 而鋼管的話則會用在小系統 或是冷媒的系統 那通常這類型的線圈是沒有搭配風扇 是使用自然對流的 那後來就是搭配風扇以後 能夠降低成本提升效率 這樣子的話線圈的尺寸也可以減小 板式蒸發器的話 它是有兩片的金屬模板 壓汗而成的 那中間會留有冷媒的一個通路 而這個板上的話是有浮雕的半圓型凹槽 但當板焊接在一起的時候 這些半圓型凹槽的部分 就會形成冷媒的一個管狀通道 這些通常就是會由鋼板製成 因為它的導熱性會比較好 這種板式設計通常是為了提高裸管設計的一些效率 那它同樣是比較容易清潔 以及比較容易除霜 那蠻多是用於家用的冰箱 食物可以直接放在那個蒸發器上面 以提高傳染的一個效率 因為板式蒸發器是透過自然對流的方式 來讓整個空間做降溫 所以說它沒有強迫空氣在蒸發器的表面上移動 在蒸發器板上只會形成霜 就是能夠手動的刮叉掉 不需要說就是停止整個制冷設備 或是說讓整個溫度升高 那第三種最廣泛的蒸發器類型 是蠻片式蒸發器 蠻片式蒸發器的冷卻管路 是由同管彎置焊接而成的 那這個冷卻管路通常是由鋁質 或是鋁質的這種金屬鋁片 那這種鋁片就算是二次的熱傳表面 通常這種鋁片的大小以及間距 會跟我們使用的目的有關 那一般是利用油壓障管和汗的方式 讓鋁片跟鋁管就是緊密的接觸 以增加空氣跟蒸發器之間的接觸面積 讓冷卻的效率增加 但是這種鋁片式的蒸發器的話 它受結霜的影響就會比較重 所以如果說是低溫應用的話 就需要定期的除霜 那因為通常液體的熱傳效率會比氣體來得好 所以通常氣冷式的這種蒸發器的話 會使用鋁片式來增加就是接觸的表面積 因為相較於鋁管式的蒸發器的話 它只有一小部分的空氣會跟蒸發器的表面做接觸 其他就是會繞過這蒸發器來達到冷卻 那我們如果使用鋁片式的蒸發器的話 就有更多的接觸面積 那相較於鋁管式的話 它的熱傳效率也會更好 與鋁管式的蒸發器相比的話 鋁片式的蒸發器它的防護效應要小得多 而它的智能能力也會比較好 只是要不要注意就是說 鋁管跟鋁片相接的要非常緊密 因為如果說有鬆動的話 會大大影響到蒸發器的效率 因為蒸發器就沒有足夠的面積來傳遞熱量 以蒸發就是蒸發器中的冷煤 那這樣就會有可能有液體的冷煤流到壓縮之中 應用範圍的話 鋁管式蒸發器大概會用於冷藏冷凍的一些設備 而鋁管式熱消換器的應用就比較多 像是熱爆、工業用冰水機、空調機、冷凍機 還有像是熱循環、過濾系統等等的 那如果說是鋁片式蒸發器的話 通常是用於低溫的冷藏或是比較高溫的冷凍系統 那最後跟大家討論一下設計蒸發器的時候 通常我們會考量哪些因素 通常我們可能會考量說我們做蒸發器的材質 那通常會考量它的熱傳效率或是它的腐蝕性 包括說我們的整個安裝的位置 通常都會影響到我們的設計 然後蒸發器它的這個間距 也通常會影響到我們可能廚裝的部分 也歡迎大家跟我們分享 你們現在遇到的蒸發器的形態是怎麼樣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MINGA name MINGA MINGA